好, 坐下巴 最重要是安全帶 還有車頭車尾, 也不要坐 要不然有甚麼事上來 很容易拋出車 坐車中間, 但你也不要坐窗口位 坐中間, 坐路口的, 知道嗎 阿娜, 你有聽到媽媽說話嗎 有 有嗎?那我剛才見你坐在哪裡 不知道 娜娜, 為何你經常不聽媽媽說話 我為你好 你這樣我很擔心, 你明白嗎 娜娜, 你怎麼了? 是不是我說太多話了? 太太, 你再這樣說下去 一千萬人都遲到, 先上車吧 我知道了, 是不是這個校巴的冷氣 太大, 很冷 司機, 你關小一點的冷氣行嗎 不是了, 媽媽拿衣服給你 不是, 媽媽 救命, 有蝴蝶了 甚麼? 蝴蝶? 怎麼搞的?校巴怎會有蝴蝶 真的嚇死人了, 太離譜了 不是了, 我在學校投訴 也不是了, 媽媽以後 每天都陪你上學 陪上學? 我一定會上大學, 還是上班? 我們的小朋友是需要家長你 給他們一些空間 去學習、去經歷 如何面對這些磨練和困難 我們父母的角色 就不再是一個保鏢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管家的角色 反而是, 好像是一個教練的角色 坐在他們的旁邊 幫他們和他們分享 面對困難的一些心得 給他們一些空間 要讓他們在當中好好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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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在看